美国政府10月2号发布通知 对于中国的党员及其下属 以及相关的组织机构的人员 是不允许不允许申请 拒绝美国移民身份的这个申请 那么对于这个政策 我们也没有太多的解读 说的已经很明白了 如果你的政治身份是中国的共产党 那么我是拒绝拒绝 我有权拒绝你的这个美国移民的申请 那对于已经在EB5排期 或者是其他职业移民排期中的 这个申请人来讲 那有没有风险呢 肯定是有风险的 因为我们在递交移民申请的时候 应该没有说明 我们的政治身份是中国的共产党 那对于这个也是非常无可奈何 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 对吧 那这是对于已经申请在排期中的 这个申请人来讲 那对于还没有递交移民申请的朋友们来说 那么就要权衡一下 毕竟美国政府也对吧 官方发布了这个 发布了这个讯息 所以对于持有你的政治身份 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些申请人来讲 你再来申请美国移民的时候 那么就要确定一下 自己要不要担这个风险 因为您知道移民公司是不会承担这个风险的 您可以申请 但是大部分的 基本上100%的 这些风险已经在前面给您告知了 但是如果您还执意要去申请美国移民 那这个风险是自己承担 但我认为实际上 仍然是可以申请的 对吧 仍然是可以申请的 因为这个美国政府 他的这个公告 我认为其实对大部分的人来讲 并没有很大的约束力 我们可以通过 要么我们在递交面试的时候 我们把党员 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工作辞掉 因为毕竟现在EB5也好 还有EB3非技术 也就是EW3 这些排期都是很长的 对吧 10到15年的这个时间 那么足够在这个时间中 可能我前10年我是中国共产党员 可是在最后的快要到达我的排期的时候 我辞职了 对吧 那么我就不是中国共产党员了 所以这个 其实对于你的美国移民也并不影响 那么第二个不好的这个下策 就是隐瞒 隐瞒我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个身份 但这个 这个显然这个隐瞒就不太好 所以我认为在 美国移民 如果您的这个 您的这个怎么说 您的这个排期足够长的情况下 其实是可以等待 移民排期 到达您的这个排 优先日的时候 再来选择 我要不要 要不要 辞掉我的 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工作 背景下的这个工作的这个身份 因为毕竟如果我的排期到达了 我肯定 如果你选择要美国绿卡 你肯定是要辞职 然后登陆美国 去美国 开始移民间 对吧 那工作肯定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时候 我肯定就不是中国共产党 我也可以辞职啊 对吧 前面有这个中国的这个 北京的昌平市委书记吧 对吧 他说他的40岁开始 去哈佛读书 其实也是变相的 离开了 抛弃了 前面放弃了前面的这样一个工作 和他的这个背景 身份选择去美国 无论你是读书也好 还是移民也好 还是工作也好 他是一种 他是一种 这个生活轨迹的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抛弃 一个放弃 和再选择 对吧 所以这是 所以对于 已经在排期中的 或者说准备办理 美国移民的朋友来讲 我认为 我认为 其实影响并不大 因为基本上 如果您是作为中国共产党 那您肯定是 在企事业单位工作 所以的话 像 这种投资类的 像这种 跨国企业高管 这样的项目 肯定不适合您 对吧 EB1C 对不对 跨国企业高管 他目前基本上 排期是零 我们一会会讲 十月份的一个排期 还是说一下 那您能选择的就是 EB3 非技术 或者是 EB5 投资移民 这两种 排期都是在十年以上 所以 到时候再选择 中国就是 共产党的这个 政治背景的这个身份 要不要放弃 排期到了 对吧 你要登陆美国了 你这个身份要着 也是没有用 要么就放弃美国绿卡 对吧 所以 它其实对于 我们 任何人来 特别是持有 我们的政治面貌 是中共党的朋友 来讲 其实我认为 没有它的这个影响 到时候再来做选择 不影响 对吧 好的 这是关于 美国政府 对于 共产党 放 就是 拒绝 你来进行 美国移民申请的 一个政策解读 如果您对我们的 节目感兴趣 欢迎订阅我的 直播平台 如果您对 美国移民 有任何的疑问 也欢迎联系我们 加拿美出国 我们的客服微信 是18186129682 18186129682